中文字幕——YK 苏州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打灯迷表演者 张九南 高九成 苏州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让我听一听 苏州朋友们的掌声好不好 再让我听一听 二楼的欢呼声好不好 怎么 一楼的嗓门 就没有二楼的大是不是 有二楼就没有会追口哨的是不是 看来确实二楼不如一楼 有点难度 谢谢 谢谢 剧场太大了 人数也比较多 我们哥俩上来第一个节目 慢慢给您说 很多观众还在入场 刚进来 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 慢慢来 场面还比较混乱 不着急先跟大伙慢慢的聊几句 来到苏州很高兴 一看观众朋友们满起满座 人满了 很热情 我们哥俩一上台呢 也感受到大伙的这股热情 鼓掌 现场呢 祝福祝福各位吧 希望大伙给我鼓掌的朋友们 发财一百万 连鼓掌代价好发财五百万 没有想到苏州这个城市这么多财迷啊 今天是好日子 今天是我师父郭老师 还有我们的师大爷于谦于老师 在苏州的相声专场 对 我们呢 是一个德云社的普通小演员 上台之后呢 很多观众对我们不太熟悉 不了解 也不太了解 所以来说呢 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你说准了 自我介绍 对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先说我啊 我姓张 工厂张剪几的酒 南方的南 我叫张九南 谢谢各位的掌声 哎呀 这不是是坐满了吗 感觉掌声这么稀奇拉拉的 没事 别甭拍了 别拍了 别拍了 你现在拍比刚才不拍还尴尬呢 知道吗 仿佛我在上台五分钟什么都没干 就一直在管人要掌声一样 人缘嘛 别拍了别拍了啊 介绍完我了 没有什么掌声 其实可以理解 理解什么呢 因为什么今天主角是我师傅跟于老师 郭于二位老师 尤其拿我来说吧 本来就没什么名气 观众朋友们对我也不太很熟悉 那是因为那事 所以来说呢 介绍完那个名字呢 掌声的就低一些啊 可以理解 自己还找原因呢 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 接下来呢 随着我介绍别的 掌声的就会热烈起来了 是不是 尤其是介绍点大伙熟悉的 大伙喜欢的 来 随着我的手势 我们一起介绍这个剧场 你看看 掌声就热烈起来了 是不是 等会儿吧 怎么了 你往我这一比划 你介绍剧场去了 那怎么了 介绍完你 应该介绍我的名字呀 什么 什么呀 还介绍你 怎么了 你疯了 怎么就疯了 好家伙 今儿 各位 不瞒各位说 我 平常张久南 在小剧场 我一演出 那也是人满为患 人倒多 那当然了 那票一票难求 今天来到苏州 没想到脸啪 摔跌了 那没给你鼓掌啊 一万多人 好就二三百够鼓掌的 何况还是一个 痘痕演员 介绍完我了 这么尴尬 这么尴尬 介绍一下 一会儿再介绍 这臭捧根的 什么叫臭捧根的呀 介绍完这捧根的 一会儿你本来 气氛就很尴尬 再介绍完他 一会儿你说这剧场 这灯啪 灭了 至于吗 台子啪 啪了 台子啪了 啪 凋谢了 后台演员咔 死了 师父没事 他求生欲还挺强 介绍完了 一会儿观众朋友们 呼啦都走了 明白了 师父一上来 以为观众还没入场呢 怎么办 明白了 你就怕介绍完我 我尴尬 那可不 发生意外 那可不 大伙不给我鼓掌 太对了 怕这个 是 要不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 非得 非得作死 什么叫作死 那咱试一试 你试试 接下来 我们就来迎接 今天晚上 最尴尬的时刻 哦 介绍一下旁边这位 我的搭档 他叫高九成 谢谢 哎呀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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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偷偷学会了指挥呀 好家伙 还没想到 这死胖子在这边 这么有人缘啊 不是我人缘好 这是大伙想气死你 好家伙 刚才我看 前面有几个 有几个大哥 好像那手 举到这儿 给他鼓掌 激动 嘎着我那野毛 都飘出来了 你看着太细致了 我发现 我在这边 没有什么人缘 是不是 没有什么人喜欢我 是不是 没有什么人爱看我 是不是 怎么办 告辞 你回来 到点了吗 你就下班了 喊什么 人家要退票了 这么些人 你可退不起 你去退去 今儿我就是一个 小小的助演 明白吗 再说了 你退票 我怕什么 二楼那喊 那退票 那个180 你过来 我给你退 来 干啥非得180的呢 前面那几个不喊 我不怕 你知道吗 来你下来 前面也喊了 对不起 我爱你 对 大哥 你在二楼那大哥喊 你下来 我下去干嘛去 行了我看 我去 你下来 你跳下来 你跳下来 你看得见是谁喊的吗 我也不知道 无所谓 反正我感觉今天没有什么人喜欢我 各位 告辞了 我的天哪 我一等你说完就拜拜 我的天哪 我都没想到苏州市这么一个 都说苏州市个好城市啊 本来就是啊 观众朋友们素质很高啊 我说拜拜 你以为人家真舍不得你呢 不是 我要真走了 你们就看一捧跟子了 捧跟子怎么捧跟也是说象征的 好好好 没有想到啊 真的没有想到 各位 我这一年我来苏州专场 我也演了好几个了 没想到今天我遇到了这么惨的事情 那好 台上台下好几千人一块欺负我是不是 怎么了 张九南就说最后一句 哦 我 就说最后一句 什么话吧 不是这么折腾我吗 那么好 张九南 霸演 你再说一遍 我爸演 我爸演 我演 就我一个人演 你太狠了你 阴人呢 台上约人 对不对 谁都不通知 我说现场来给你爸演 让我演 好 你你去回去走吧 去收拾收拾东西去世吧 那我可走了各位 我都不再叫他的 干嘛呀 这三番两次的说走不走来回来去 在这跟遛狗的 是在 他走了 我依然就说不了项上了 是不是 大伙都知道 项上有单口的 对口的 依然能说单口的 再说了 咱不能让您这钱花冤枉了 后台来那么多优秀的演员呢 不用他有的是人来上来说来 我再给您换一个 肯定比他优秀 来 换下一个演员 下一个还是我 要点脸吧 跟大伙介绍一下名字嘛 对不对 西方大伙认识我们 西方大伙熟悉我们 你来到苏州 你看 头一排啊 包括二楼啊 就全都坐马了 二楼三楼 头一排 我看有几个这个 我看这是第二排吧 还就是挺恩爱的情侣 您好 男朋友 不是 这个男性朋友 您好 中间的二位啊 中间 您是跟左边那大哥来的 还是跟右边那美女来的 跟大哥来 两个大哥一起来的 有没有情侣一块 一起来的 文文 肯定有啊 那边有举手的 那边有举手 两个情侣一起来的 恭喜您二位啊 情侣来的 我就觉得你们二位 看着啊 很幸福 是不是 也送你们俩一首歌曲 送什么歌 送一首装心严严唱的 叫 走着走着就散了 对 你要再这么聊天 你走着走着就没了 就让人打死了 热情啊 喊什么 谁喊的 谁老喊的 谁喊的 谁喊的打死 我看看 就那那大哥呢 对 他还敢站起来 你站起来 我看一眼 我的天呐 刚刚坐着 最后就突顶了 哪儿突顶了 你跟我挑衅呢 是不是 怎么了 我在台上 让人这么拘我 你在旁边 你什么都不干吗 可以吗 你刺着两句 什么刺着 你护着点我呀 我说他 对呀 合适吗 有人不合适的 说他 他也没对你 怎么着 谁呀 站起来 就真敢站起来 哎 你就站着 对 你一晚上 确实我确实 我应该说他两句 没有 没有你这样的 那老话都忘了嘛 打稿 还得看主人呢 哎 你推我呀 我不训他呢吗 怎么训他呢 啊 讨厌你是 训人都不会呀 训他怎么 说这话 没有 没有 没有攻击力 那是什么话 真想伤害一个人 说脏话 骂他 这么些人 骂天 对呀 怕什么 不行 我不会骂人 骂人 骂人还不会骂 从小我就文明 骂人讲究三要素 哪三要素啊 随便一个人称 随便一个亲属 随便一个身体部位 这这能组织出骂人的话吗 对呀 要骂得多脏 有多脏啊 我骂他 就骂他 我为了你 我骂他 对呀 他欺负我 你不骂他 我试试 来 站起来 那秃子 怂了吧 不敢站起来 气死我了 兄弟 你看我给你出气的 你等 他还正想站起来 骂他是不是 都什么了 随便一个亲属 随便一个人称 随便一个身体部位 走 瞧好吧 你 人称对不对 对 你那脸 长得跟他爹似的 狠不狠 你 你这是骂他呢 骂他 你骂他 你骂我呢 骂他呀 他脸长得像我爹似的 是骂他呢 我侮辱他呀 这多狠的话 他脸长得像我爹似的 是侮辱他 对 你爹多寒酸 你忘了 你爹不寒酸 我爹多帅呢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大哥 我爹比你爹帅多了 拉倒不 我爹比你爹帅 我大爷比你大爷好 我大爷比你大爷好 我舅舅比你舅舅好 我舅舅比你舅舅好 我妈比你妈好 我 对 还真是 我爹也这么说 你可说句实话 有意思吗 我有意思 老子人身攻击 哪有人身 不闹了 从小一起学相声 一起说相声 我们这边叫豆根演员 桌子外头 他们这边叫臭捧根演员 不是臭捧根演员 我们是不是豆根 你是豆根 你们臭捧根吗 干嘛非得臭 你别 你别跟我再说臭捧根的 你是不是叫捧根呀 你要不想介绍 我是捧根的 你可以换一个 我豆根的吗 在对下回忆 你就可以介绍 你是豆根的 你叫什么 我是豆狗的 我豆根演员 他们捧根演员 从小一起学 各位 小时候我们都在 这个德云传习班 一块上课 都是师傅教我们 说相声 小时候就能看出来 我们豆根这些演员 天赋异禀 聪明至极 怎么看出来呀 都在一般学相声嘛 对吧 我们豆根的坐一边 捧根的坐一边 那时候就分了 对 你看一看 我们豆根的坐这一溜 你看的就帅 什么样 一个个呢 长一下 都跟雕塑似的 都这样是 再看捧的那边 我们呢 都这样 我们就这德行啊 开学第一天 我师傅走进班了 给孩子们上课呀 师傅进班啊 同学们好 这是我们这学期第一课 为师有些问题 要问问孩子们 问什么呢 你们将来 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问问志愿 有没有愿意回答问题的 看豆根那边 师傅我说 我说 师傅我说 我说 我这儿 捧根那边 我们老保持这姿态 我这儿 师傅说那行 那我就点了啊 豆根的啊 来 月云彭 月云彭 站起来 师傅 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我就想好好说相声 将相声发扬光大 这应该的 将来争取有一首歌曲 传唱大江南北 那五环啊 好孩子 坐下坐下 你一定会实现自己愿望的啊 坐下 旁边这个 张鹤伦站起来 师傅 我也是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就想好好说相声 对 将相声发扬光大 将来争取呢 登上一个叫欢乐喜剧人的节目 拿一个亚军 他预测的还真准 好孩子好孩子 坐哪坐哪啊 再点一个 张九南 师傅 点你 我没有那些师傅伟大的能力 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志向 要好好说相声 将相声发扬光大 我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你想干嘛呀 我愿意一生陪伴在师傅身边 常伴师傅左右 将师傅伺候到老啊 好孩子 师傅认你当干爹 没听说过 你还真能舔 你舔走去 你就是个 行 豆跟子都说完了 捧跟子那边有没有回答问题的 我们呢 你再学这我就抽你啊 没有的话我可就点了 那个孙悦 站起来 孙悦老师 这是站起一头猪来是吗 郭老师 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我的志向就是什么吃 爱吃 要不那么胖呢 臭猪 坐下 咱们那个 郎可言 这又一头 师傅我的愿望是跟孙悦一起吃 对 这在一个槽子里的师傅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哎呦 这捧跟子没希望了 高九成 哦 点我了 为师把捧跟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一个人身上 千万不要让老师失望啊 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师傅 你看我多正常 我有自己的愿望 我什么愿望 我的愿望是 成为一名 宇航员 那我学什么象征啊 好孩子继续说 成为宇航员 然后呢 造一艘属于自己的宇宙飞船 去探索银河宇宙 每一个星球 好孩子太感动了 具体探索哪个星球 去哪啊 我要登上太阳 对 我上太阳上班啊 那太阳温度那么高 再烫死你怎么办呀 就是 师傅 咱们可以晚上去呀 没听说过 脑子 这不缺心眼吗 总结的很到位呀 总结的很到位呀 什么呀 就是一个缺心眼 你胡说八道 谁缺心眼 你才缺心眼呢 各位 基础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你信不信 我这么聪明 我答不上来 好可以啊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头一个是什么 说 可以呀 死胖子 是这不叫问题的 第二门功课 学 行啊 糖尿病 可以啊 糖尿病 三一门功课 逗 可以 四门功课 唱 躲开了 废话 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这大伙都知道 就是基本功 但是 在后期相声演员 成长起来的时候 需要用到很多脑子 反应 学问 各方面都得用得到 这一点 我做的就非常的好 今天当着苏州的老百姓们 大伙啊 咱们一块啊 测试测试 这捧根演员的智商 好不好 哎呦 他还不相信我 你随便考 随便测 今天我考你 我就考你 来吧 我考你 你同意吗 我同意 那你等着 我去拿签子 还有碳 对了 回来 拿我当口串了 出两个问题考考你 出题考 先问一道简单的题 就是看你的反应力啊 反应快极了 问一道题 你得不加思索 瞬间就回答上 对对 反应快嘛 你不能想 你要一想就证明你脑子慢 不用想 就你那点脑子能出成什么题 喜欢他这种自信啊 你来吧 喜欢这种弱智的自信 可以啊 还弱智呢 面向观众 挺胸抬头 准备回答问题 来 要快啊 这个世界上 有比一大的数吗 有 怎么呀 反应快 但是你能不能继续这种反应 一直保持 问题还没有问完 随便问 这个世界上 有比一大的数吗 有 有比十大的数吗 有 有比一百大的数吗 有 有比一千大的数吗 有 有比一万大的吗 有 有比你傻的吗 没有 有 我还夹着小心 还掉坑里了 怎么样 各位 他还想 没有 我最傻 喂 不刚才这个 你这是问的太怪了 那怎么着 正常问 问慢点 正常问问没问题 可以啊 换道题 来呀 听好了啊 说好比说 你 我就是你啊 是一辆这个 公交车的司机吧 公交车 始发站出发 始发站出发 对 到了第一站 接上来五个人 上五个人 到了第二站 下去两个人 上来六个人 到了第三站 上来九个人 下去三个人 到了第四站 上来十万个人 下来九万九千八百个人 到了第六站 上去两个人 下去一个人 到了第七站 上去一个人 下来三个人 问这辆公交车 他的司机姓什么 我哪知道 姓什么呀 不分人数啊 姓高啊 怎么姓高啊 我说了 假如你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啊 对不对各位 我头一句就把谜底告诉他了呀 大傻子掰手指头 上来九万个人下去 上去十万个 还给这算的 呱呱呱呱呱呱呱 那你上的人下来 你这迷糊人 这不行 不行吧 对 不行 那怎么办 迷糊人 你要这么说 我也出个题考考你 可以来 我看看你的反应 来 你反应行不行 快 快是吧 来 得嘞 咱们中国有个古人 谁啊 长蛾你知道吗 你说这神话人物 好 长蛾知道 这俩字你会写吗 女一长 一个女 一个我嘛 我嘛 这你说出来我听听 长蛾吗 倒过来呢 蛾长吗 连着说十遍 蛾长蛾 长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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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裔社的谁啊 长蛾 太阳 月亮 太阳不行吧 你的脑子还不敌 我的脑子呢 听这题 来 拿手绝活 听好了 说啊 好比说你 我 高九成 你进入到了一个 迷宫当中 我上迷宫里的了 对 迷宫里边有两只鬼 一只红颜色的鬼 一只绿颜色的鬼 这两只鬼都想杀死你 都想杀死你 然后呢 你可以用射箭的方法 射死这两只鬼 那怎么就能活呀 但是是有要求的 是有要求的 你看啊 射死绿颜色的鬼 只需要一只剑 但是射死红颜色的鬼 就必须得用两只剑 需要三只剑 但是你手里一共就两只剑 你怎么弄死这两只鬼 那我就让他们俩排好了 战成一溜 拉弓射箭 你让他俩听话站好了 对 你要是有这能力 你让他俩给你带出迷宫去不好吗 那鬼能听你话 也可以 呸 鬼能听话吗 不听话是不是 对啊 不听话 我就抽他 你要能抽的 我让你用射箭的方法干什么 我抽他也不行 你这个题不合理 插一根剑 能不能猜上来不 那猜不上来 告诉你答啊 说你进入一个迷宫当中 迷宫当中两只鬼 一只红色的鬼 一只绿色的鬼 两只鬼都想杀死你 用射箭的方法可以杀死两只鬼 杀死绿鬼一只剑 杀死红鬼两只剑 一共两只剑 怎么杀死两只鬼呢 什么办法啊 很简单呀 先一剑 射死绿鬼 然后红鬼那脸呀 就下绿了 一剑射死红鬼 把脸下绿了 再给出一个 行 来 听那题啊 这个 下绿了 港台有著名的四的天王 四的天王 那歌唱歌的 对 知道吧 知道知道 港台四的天王 茉莉青 茉莉海 茉莉红 茉莉兽 你说那是庙里的 黎明 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 这么四的天王 一个弹皮 一个举伞 一个拿剑 一个玩蛇 还是庙里的 黎明 张学友 郭富城 刘德华 唱歌的歌星 郭富城知道吧 郭富城知道吧 问题来了 问你 郭富城他母亲 一共生了他们哥几个 郭富城有哥几个 对 这我没调查 这不能算 这不算问题 我先告诉你这个答案 郭富城他妈一共生了他们哥四个 哥四个 郭富加 郭富减 郭富城 郭富除 加减 成除 没完 这不叫问题 对 真正的问题来了 问你郭富城在这哥四个当中排行第几 第三 第几 对三 错了 排行第一 为什么 因为先成除后加减 我就应该拿个括号给你圈上 这小学数学都没毕业 不是 说一话你 再来一个 这不是不行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题就很快 说这个 我是北京的 我知道 北京 我家住北京丰台区 丰台区 我住在一小村 我住在村里头 丰台区一小村 我们村里有一傻子 有一傻子 这傻子呢 他就只会说三个字 什么呀 没有啊 没有啊 就会说这仨 就说这仨字 你问他 你叫什么名啊 没有啊 你爸妈干嘛去了 没有啊 你爱吃什么呀 没有啊 问什么都是这仨字 哦 就这么一个小的这个 小的事 哎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 这事你听过吗 听过 你怎么能说听过呢 废话 你应该说 又养又养 不是 你这儿你应该说没有啊 然后那咱就鞠躬下台了 行什么啊 证明你傻子 你甭来这套 你那都是侮辱我 我就不说 我知道这个 你就说个没有 就下去了 不行 不行 好 这都能猜上了啊 再问你一题 嗯 听好了啊 说 有一个王奶奶 王奶奶 王奶奶 王奶奶要去隔壁村啊 看这李奶奶 抱着一只老母鸡 李奶奶奶煲汤去 抱着老母鸡走啊 走 穿哪家月小巷 走了一条小河 河上有一小桥 嗯 王奶奶走到小桥上 不小心呢 摔了一跤 哦 这鸡啊 不小心掉水里 嗯 王奶奶哭 哎呀 我的老母鸡怎么办呀 李奶奶还等着我去 给他那个送老母鸡去呢 正哭着呢 河里啊 出了一个河神 河神 这手托着一只金鸡 这手托着一只银鸡 问 王奶奶 这个金鸡是您的 还是这个银鸡是您的呀 嗯 王奶奶说 嗯 这两个都不是 我吊河里的是一个老母鸡 您真是一个诚实善良的老奶奶 这个金鸡送给您 这个银鸡送给您 老母鸡 我也还给您 嗯 王奶奶得了三只鸡 嗯 老母鸡送给李奶奶 金鸡已经拿回家 幸福安康的晚年 哦 就这么个事儿 这事儿啊 被邻居王大爷知道了 嗯 王大爷想 这我也得去啊 对不对 玩弄弄个金鸡金鸡 咱有钱了 这心术不挣 对呀 家里又没有鸡 嗯 抱着一只鸭子 哦 走 到那小桥上 假装摔一跤 啪 把这鸭子扔河里了 哦 你猜怎么样 这鸭子就游走了 对吗 你 你这听你都知道 算你话我就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后台告诉我了 没有啊 哎